文化其实并不然 当我们回到了中华文化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 他们对这个信仰其实蛮执着的 所以尤其是其中的一个称父 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你说一般上的宗教呢 他们都不会称他们神为父 对不对 我们拜神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上都是拜天阿公 大国公 关公 什么公 什么公 对不对 那我们有没有拜什么父的 没有 但是在我们的背景呢 他们称神为父 所以呢 就因为那个上帝是父 所以我们的王帝叫做 天 因为上帝是父嘛 就叫天父 然后呢 王帝就叫做 天 子 所以他委派天子 来管理 来祝福这些所谓的人民 那你说这个文化背景里面 有没有这种根基呢 有 因为在我们平时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都说 天为 父 地为 母 对不对 天为 父 地为母 天就像爸爸一样 太阳 照射大地 然后呢 大地呢 就像母亲一样 生养 无故 来喂养我们 所以天为父 地为 母 所以那个上帝 那个天神 就被称为天 父 所以我们以为天父是我们基督教的专有名词 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 原来我们的老祖宗 他们很早就知道了 前两天 当我们在看讨的时候 从这个所谓的希腊神话故事 也从我们所谓的 中华文化的一些背景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我们不相信 人是进化而来的 虽然在科学 在教科书 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 很多人都相信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呢 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对不对 我们由那个所谓的单细胞 成为双细胞 成为复杂细胞 然后成为简单的生物 然后在水里面 慢慢因为需要的 就到了陆地 然后慢慢的就长出手 长出脚 然后慢慢的了 就慢慢的了 又慢慢的变猴子 然后变成你和我 对不对 进化论就是这样 所以前两个晚上 我们也提了 假如我们进化论 的确是这样的话 那每一天晚上 我们去睡觉的时候 那岂不是要提心掉胆吗 因为我不晓得明天早上 我打开眼睛的时候 我会进化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 那么假如是进化的确是的话 那么在历史的记载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哪里的报告说 有哪一个国家的动物园里面 因为历史有酒 所以它动物园里面 灌住的猴子 各天起来里面 怎么灌住一个人 有吗 好像也没有 一个最现实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今天做妈妈 我们年轻的妈妈 看到许多的小朋友 那你在很多时候呢 小朋友是喜欢跑来跑去 耗动嘛 那这孩子呢 就去到supermarket了 就在那边超级市场里面 这边跑 那边跑 这边摸 那边抓 然后那些 那个 那个 架子上的东西 又拉一下 就掉满地 那么你开始的时候 旁边的顾客 就散开了 免得电影误会 是我弄乱的 但是只要这个孩子 一直在后面 也是这样捣蛋 那 现在呢 隔壁的阿姨 那个妇女 刚才前面 就是那么乱 吵得要死 又那么乱 现在走到那里 又跟 这猴子 她说 这孩子上个猴子 对 这猴子 你是妈妈 请问 你听到她说 这孩子那么调皮 这只猴子 你会 有什么心情 你高兴吗 不高兴哦 你做妈妈的没有 还没有妈的小妹妹 对不对 所以你还不了解 妈妈的心情 好 妈妈 奶奶 婆婆 今天有人说 你的孙女的孩子 像猴子一样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高兴吗 刚才是小妹妹不高兴 妈妈你也不高兴 为什么你不高兴 因为自己管家 因为他在骂你 对不对 不过他说 你的孩子像猴子 你应该很高兴 你也应该很荣耀 因为你的孩子 荣耀你的祖先 归重要主 对不对 假如人家说 哎呀 这孩子很像妈妈 这孩子很像爸爸 你高兴吗 当然了 我的孩子 对不对 哎呀 这孩子很像他爷爷 这孩子也像他奶奶 那当然了 我们是团个家族的 你有荣耀吗 因为这孩子 是我们的血缘 我们的血统 那假如我们人是猴子 进化而来的话 今天人家说你的孩子 像猴子的话 你是不是很引以为勇 你是不是很高兴 假如是今天 你的家谱里面说 你的祖先哪一代是状元 哪一代是王帝 哪一代是王家的王族的话 哇 你讲起你的祖先 你会不会很荣耀 会对不对 其实那跟你无关 那已经是十八代的祖先了 但是你想 你说起来还是很感情要荣耀 因为那是你的祖先 那假如我们人类 是猴子变化而来的话 那人家说 我们的孩子像猴子的话 我们应该很荣耀啊 光中药主啊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今天 当人家说 你的孩子像猴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没有 意思是说 你根本不相信进化罗 你根本就否结了 人是猴子变过来 所以我们的祖先 根本不相信这一套 所以前两个晚上 我们看到了一些 所谓的文字的记载 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的祖先 他们有他们的信仰 甚至历代王帝 他们一年有两次 都要到太山 对天而拜 后来为了保安的缘故 只有一次 但再后来呢 为了沈麻烦 那么就在那个 所谓的后花园 色谈 敬天 所以孔子说 假如天子 能够对敬天 能够晓得 敬天的意义 那么他掌管天下 一如凡上 也说假如是 王帝天子 晓得那个天父 天阿爸的话 也晓得怎么样 所谓的孝道 孝训 听从天的旨意的话 那么他就晓得 怎么样掌管天下 所以那是我们 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中国古老的故事 看到一些 希腊的文化故事 然后呢 跟圣经里面 一些的这个对比 那今天晚上 当然我们就不能够 继续在这个课题上 那今天晚上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我刚才所提的是 上回提到 今天 今天的主题 谁有没有收到传单 记得吗 我们这次都是 这样讲文化 那文化呢 整个主题 不记得 没事 今天不记得 无所谓 最后一个晚上 你记得就有理由 好 我们继续看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说 我们主线的传承 一代 传一代 很多时候 我们从这个历史 从背景里面的时候 当然一直到有文字的时候呢 就有文字的记载 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对我们的母语教育 我们很执着 我们也每次 为了所谓的母语教育 甚至在政治上呢 我们都跟 那些不同意见的政治领袖 都有争执 因为我们 要保存 我们的文化 那我们的文化 就将我们老祖先的智慧 给遗传下来了 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 圣经别人比书 第六章 十六节 这是另外一个 假如最后一天晚上 你会背这个经文的话 我一样送你礼物 因为我们市场都是 都是在看这个经文嘛 对啊 所以你回去背一背的话呢 最后一个晚上 你会背的话呢 对吧 我也给了一些奖励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好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个的安心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提到风水的时候 我们说那是迷信 我们提到风水的时候呢 我们说那个是不符合我们基督教教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 上帝提到风水 在一言之灵 怀师父的著作里面的时候呢 他提到风水 那很重要 上帝要我们有意 但是当然以风水呢 成为什么改变运印啊 成为另外的一个 那是另一回事了 所谓披上了这个所谓的迷信色彩的话呢 那是不一样 但是风水呢 的确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家庭 有很大的影响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上帝一样的告诉他们这一点 所以以后若有机会 我们就从三国演义里面 靠风水 我们才进一步的去探讨 今天晚上 我们继续回到古道 上帝说因为那是善道 是好的 假如我们行在其中啊 这样呢 我们就必得安息 许多时候 当我们信耶稣 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家里呢 他们不是信徒的话 他们就很多的阻碍 认为我们不认诅宗 认为我们不孝对不对 所以我们心中都不快乐了 但上帝说 假如我们小的 怎么去处理的话呢 当其事 我们可以得想安息 我们可以从这些 所谓的文化 所以从这些古老的故事里面 来跟他们沟通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得到上帝的恩典 我自己的爸爸 他做了四十多年的道士 我爸爸是道士 所以我每次都说 假如以传统信仰 我爸爸是执政党 我是反对党 但是假如以上帝的真理的话 我是执政党 我爸爸是反对待 但看起来好像是 两个不同的立场 但是感谢上帝 我们都没有冲突 我们都没有冲突 但我舅舅 我的一些亲戚 他们对我去教堂 开始信耶稣的时候 有很多的意见 甚至来找我爸爸喝茶 然后直接面对面的 就排他 就所谓的摆到台上来 然后就谈了 然后我就躲在房间里面 偷听 我就躲在房间 然后我舅舅就开始姓氏问罪 因为我舅舅是大的 我妈妈是水他妹妹 所以我爸爸是妹夫 所以妹夫见到大舅的时候 还要低半个头 所以我爸爸是个道士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反对孩子去教堂 就讲了好多好多好多 那我爸爸就告诉他说 要不然我们再讨论 讨论一下看看 我们看看基督教有什么不好 看基督有什么不好 那假如是基督教真的有不好的话 那我就叫他不要去 很公平吗对不对 那假如是不好 我就叫他不要去 那我其实我这个大舅 也不是说不讲理的人 其实他在当地里面 是也是得高望重的长者 没有人敢得罪他的 黑白两世 喜事丧事 都一定要他在场 由他组成大集 家里有人过世 而你都来不及通知 无所谓 一定要先去通知我 打救 轻慢不得 而且要转车接受 所以他一来的时候 那些红纸就准备好了 然后笔墨就准备好了 他一坐下去 那个茶就摆上去了 来请他茶 然后他的笔一拿起来 就开始写 写什么呢 写附告 上你 就是天图那边 谁谁谁 然后那些一大堆 什么时候气势 什么时候出兵的 那个复告 所以他是一个得高望重 在整个上下的时候 都是由他来组成大集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伟大的领袖 又是我舅舅 那你说我爸爸 是不是要听他一点 虽然我爸爸本身 也是道士 那么他听我爸爸 这么一说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基督教没什么 好跟不好 宗教都是好 基督教没什么不好 那我爸爸就 打蛇水棍伤 那他就说 讲的是基督教 没什么不好 他就让他去 年轻人都是这样 感谢上帝 一次过 一个人再感慨什么 因为人家在讲的时候 他说 人家爸爸都不反对 你讲那么多做什么 所以感谢主 那我也希望我爸爸 能够认识耶稣 希望他也能够得到救恩 所以感谢主呢 有时候我们就从一些的背景 有时候我们就从他的宗教 他的信仰的那一边 我们谈起 一直到他七世的前两年 老人家自己亲口 信耶稣 他自己开口说 他信主 他信主 一直到在七世前一个星期 我很感恩的是 我们教会有一个资深牧师 黄友成牧师 那个时候刚好从香港回来 那个时候我是在 在七位 韩寿部 我是韩寿学校校长 韩寿部干事 所以我就在那边上班 那天我就拿了假期 从办公室里面出来的时候呢 就准备回家乡 那我就问他说 牧师 你香港回来度假 那要不要去看风景 我要到南部 去看爸爸 你来不来 那你想了 一个刚从香港回来的牧师 回来有事情要做 你只是顺口这样的邀请 你知道他会去吗 应该不会 因为他很多东西满 但是很奇妙的那一天 这位老牧师 资深牧师 二话不说 什么时候开车 我跟你去 他就这样过 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了 就到了我的家乡奔赠 就到我的家乡奔赠的时候 由这个黄牧师 亲自为我爸爸 奉耶稣的名祷告 祷告过后 星期四 我爸爸就过世了 在他过世之前 因为他要洗礼 因为他要洗礼 但是我其中一个哥哥就反对 就不给他洗 后来我哥哥就私下找我他 他说我们不是反对 爸爸信耶稣 只是你自己要想一想 爸爸在这乡下几十年 做道事四十多年 哪里死人 哪里请他 他都去抄读 去帮他们念 等到最后 他自己死的那一天 用基督教仪式 像样吗 你怎么将整个乡村交代 那整个乡下里面的老人家 一使用基督教仪式的话 他说乡下的人站起来 一人推口谈 那边死你 搞到那个时候 上里没有人要来的话 我们兄弟五个自己干棺材 说没事 你是哥哥 但是我肯定我爸爸的信仰 由资深的牧师 为他祝福 奉耶稣平祷告 过几天 他就喊息 那我们的沟通方式 就是从一些背景 一些的信仰 从一些的文化 找手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化 信仰 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很亲切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有亲切的感觉 那我们先从文化找手 这是我们一般上所喜欢的 什么 对人 是不是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总喜欢 请人写个对人挂上去 或者是嫁女儿起媳妇 也都当然挂上去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对人 那当然我就稍微改一改 对不对 因为我女儿就没出嫁 儿子也没起媳妇 也不想要写那个对人 对不对 那么来到你们这边的话 你们的堂主任 什么名 达语 就是达语 那师母呢 历史 历史就在这 这次叫做明治脸 那一般上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我总习惯 喜欢 提这个新郎新的名字 做明治脸 因为很多人说牧师很穷的 所以牧师包红包他都不敢收 所以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包红包 就写个对人送给他当礼物就好 好 来 达成竹子 引加力 引望美景 受兴时 明白什么意思吗 很简单的 七个字 七个字 可以 不要紧 慢慢想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上跑文课 所以我不讲讲 就大概带过就好了 对吧 就大概带过就好了 我们渴望到哪一天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开选而归 我们除了对别的两边 我们还很屁 我们希望能够开选 高兴你们有年轻的长老出来 我们从前有一个 洋长老 几岁了 你们教会真的有福气 不是你们教会 是我们教会真的有福气 我们有一百岁的老者 有时候有多少聚会 但是 八达领教会 的确我们好多的长辈 都超过七十岁八十岁 那是个很大的福气 那我们的洋长老 年纪大了 老了 但是上帝兴起了一个新的洋长老 所以高兴了他还被案例了 才被叫本堂长老 OK 立心 立志尾声 品清秀 新生灵长 新香美 那对不对我不知道 对不对我不晓得 但是呢 我们就是 传统文化里面 但是今天许多时候 我们对这个文化呢 也蛮陌生的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 那些华团领袖 也在复义 希望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 背那些三字经 唐诗上白首 甚至现在有那个弟子规 希望借做这些呢 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 对这些的文化 有进一步的认识 然后 对别的背景和典故 从哪里来的呢 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毕业的那一年 我们要写神学论文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题目 福音本地化 犹太人文化 中华文化 的对照 然后我就开始是收集资料 去查考背景 但怎么够好 我就没有办法呢 能够很具体的 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对联的起源 是什么 只是说古代呢 因为那个门连 那为了所谓的过年 那个年寿跑了对 所以就说怕红 所以就涂红红的 但也只是涂红红 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时候文化不高 小的文字的也不多 一直到后来 如果那个乡下呢 有人考秀才 然后呢 中几秀才的话呢 他大概都有两笔了 那么就请那个秀才 写几个字 那一般上方写的 都是家规 家训 或者祝福的出入平安 那简单的 那都是家规家训 那么一直到呢 后来有个王弟 对这个对联呢 有特别的兴趣 所以他每一次呢 穿着便服 轻装 就向下到处去 然后看看谁的对联是最好 那么也因为这样呢 那个对联的风气 就慢慢的呢 就传开了 但问题是 他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对联的起源和典故 那对联的起源和典故呢 在哪里有记载呢 你看 虽然他是涂得红红的 在哪里呢 在出埃及记 有没有 在出埃及记 其实在创世记 那整个的背景 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上帝要呼召以色列人 出埃及 但是法老 不敢 所以上帝就僵下了 十个灾难 有没有 到最后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呢 是击杀他们的 长子 但上帝告诉 他的子民说 你们杀羊 将羊的血涂在 门楣跟 门框上 那后来慢慢 当然许多时间的过去 有许多人就以为说 原来涂红红的话呢 那些邪神不会来打架 那些邪神不会来打扰 因为他们扶了这个羊血 红红的时候呢 家里就安全了 长子了 就没有被杀 你看他跟我们的这个 中华背景 这个文化背景呢 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文化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文字 那我剪了几个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文字 这个是我们的 繁体字 繁体字呢 我不晓得 目前的繁体字 虽然是好啊 容易写 简单的一个差点 一个点就是意义的 但是你也看不到的那个意义 但是繁体字里面呢 他说正义 公义 正义怎么写呢 他说我们若要有公义啊 要有正义的话呢 那么那个我呢 那个我啊 怎么样呢 那个我叫谦卑下来 让谁在上面 啊 让谁在上面 高 高什么 高羊 高羊是谁 耶稣 耶稣居度 那我想这样 在众的每一位 大概对基督教 对圣经各种背景 所以我就直接的 就提到了这些 那高羊是耶稣居度 但问题是这个我呢 我是什么意思 我每一次到中学去演讲的时候 因为中学每次邀请我去演讲 所以做那些学生 分享一关这些圣命教育 所以感谢上帝观丹识佛这些中学 大体上我都走完了 那每一次呢 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我都跟他们分享那个我 很多时候呢 什么在做怪 我在做怪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挑战 许多的问题呢 谁在做怪 我在做怪 我们以为说 哎呀环境啦 别人啦 谁啦 老板啦 同事啦 好像很多的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我是什么 我没有将这个我特别打出来啦 因为我没有准备讲我 只是我顺便点到 在中学的时候 我特别叫这个我 拆开 那看看这个我 是怎么一个字 那这个我本身 左手旁是什么 它是两个字 它是两个字组成的 左手旁是什么 啊 手 手 那右手边呢 隔 隔是什么 隔是一把小刀 弃手 一把小刀 那我是什么 他说 我 就是那个手中拿着一把小刀的人 那你想啦 假如一个人手中一直拿着一把小刀的话 那有什么后果 肯定危险 对不对 因为你手中拿着那把刀的话呢 谁靠近你 谁倒霉 你靠近谁 谁辛苦 一定会被割伤 如果你继续地抓住那把小刀不放的话呢 就算你不伤到别人 总有一天你会伤到自己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我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觉得很辛苦 做人 难做 人 所以你看转来转去都是难就对了 为什么难 因为我们那把刀不愿意放下 所以佛教是说 放下 放下什么 土刀 土刀 后果 效果是什么 立地成佛 对 对不对 你那刀肯放下去的话 你就是一个智慧 所谓佛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放你这个佛这个字 你就成佛了 你就超越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 有谁能够救我 脱离这七十的身体 因为那把刀总是在伤人也在伤自己啊 所以他说除非我们的我啊 愿意降杯让高羊带头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艺人 好人 有爱心的人 对不对 还有呢 八果一方舟 罗亚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都懂了 那时间有限 我就不多谈 再来 这什么字 美 美是什么字组成的 高羊 跟大 跟大 所以他说你要有个美好的人生吗 你要有美好的明天吗 那要的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 以高羊为大 当一个人能够以高羊为大 以主为尊的话 他的人生是个美好的人生 是个很美的人生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说 我知道 信耶稣很好的 每次我去拜访也好 跟人家聊起的时候 他们说 哎呀你们信耶稣很好的 牧师 我看你们好像没有烦恼的 每次都笑笑的 没烦恼的 我说都有的 除非不是人啊 对不对 基督徒也是人啊 怎么可能没有烦恼 一定有啊 那问题是假如我们的烦恼里面 都在压制着 控制着 营造着我们人生的话 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 但许多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在这个陷阱当中 然而当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晓得以高羊为大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美好的 那许多人也懂 他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很好哦 你们的孩子去教堂很好 哎呀你们阿们的很快乐的 你看不但是你们去教堂唱歌 你们结婚唱歌 连死了都唱歌呢 有吗 人死了都唱歌啊 不要上你唱歌嘛 对不对 而且你们唱的歌都很好听 他们传统上你一样唱歌 刚刚他们唱的歌 有点怕怕 真的啊 很悲哀的很绝望的 他们说你们阿们的人啊 基督教的人 你们连上你呢 都能够唱过好听的歌 哎呀真好 那我说好啊你也可以啊 是吗 对啊你就来啊 哦那还不行 对不对哈 等我以后 等我以后退休了 等我以后老了没事做 没事做 他说拜托 你不要老了没事做才在家庭找事做 那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有难 你知道有时候教会里面就在那老人啊 多多事来做 不用做的也做对不对 我说你就参加年轻啊 你年轻能够服务的时候 那教会也能够得好处 你也能够得好处啊 哎呀慢点吧慢点吧 但是他怎么呢 他现在很欣赏你们信耶稣的人 好 所以呢 他相信羔羊很好 他相信耶稣给你们很大的福气 你们的耳里都很听话都很乖 但是现在呢 暂时不行 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还要赚钱 对不对哈 我还要发达 我还要往上爬 耶稣很好 不过等我老了 每次做才来 所以 以他哪一个为重要 什么为重要 以他需要名利赚钱对不对 耶稣重要不重要 都是重要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他是吃药 那么有机会老 所以虽然是羡慕 但是呢 羡慕是主要 那是什么是 什么是羡 羡羡 羡羡 你只能够干羡慕 看人家去教堂 看人家孩子乖 看人家信耶稣很平安 有快乐 但是你有没有得到 没有 你只是羡慕 所以你发现到有许多的那些美好的字典 跟羡羡都有关系的 跟这个羡羡都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字 什么字 我们以羡羡为大 对不对 我们以耶稣为大 但是问题是呢 不见得那是我们的人生哲学 所以很多人说你们 都是一般的 自我可怜的人 因为你们自己 连自信心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要靠上帝恩典 祷告 你们的同僚要做什么 你爸爸送你去学校读书 读到硕士 博士 你做什么 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做主意 什么都要祷告 什么上帝旨意 那成的体统 对不对 鞋废好像白癖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人就会 怎么样 知道 知道 知道了就怎么样 臭了 你说不是吗 知道是知道吗 跟臭什么关系 臭还有一个一点呢 点在哪里 啊 我点在脸上啊 那是什么字 钱 什么意思 狗啦 狗啊 意思是说 自大的人就像什么 自大的人就像什么 就像一条狗啊 乱废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人家什么呢 什么都不嘴 什么都不嘴 然后 所以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看到这个人 哎 三三三 臭狼来了 臭狼 福建话会听啊 知道什么叫臭狼吗 臭狼来了 对不对 几个人本来都谈得很高兴的呢 像这一代人来的 啥啥啥啥啥 不谈了 臭狼来了 什么臭狼 没有冲凉 没洗澡吗 不是 是因为很多时候呢 都很多的政变啊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吃饭 你说中国字有意思吗 没有 你说我们字 是不是很美 其实整个背后里面 都有做他的教理 都有做教理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谈 再谈 在谈我们的阿玛喜多的 班当达 你知道班当吗 笔记 晚上不可以吹口哨 晚上不要吹 不要吹消 不然的话蛇会来 有没有听过这些 晚上不要爬树 因为那个树神要睡觉 有没有 不可以采花啊 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吗 都有 我不能离题 离题就得办 你们没东西啊 有机会我们改天再提 这些所谓传统的 这些背景 其实都有背景 其实都有很美的教义在当中 好 我们回到 所以我们灵验 谦卑 以高扬为大 对不对 以高扬为大的话 那我们就是什么 蛤 哦 那就太美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自己要抢出头的话 那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将耶稣 列为吃药的话 那我们也能够羡慕别人 这样呢 什么是春 什么是春 假如等到春节啊 春天啊 过年啊 一年只有一天 一吃嘛 那什么是春呢 春就是美好的意思 是不是 希望我们天天都是春 在春天里 那 所以当一些人呢 配偶欺世了过后 当他再次结婚的时候 我们说 他拥有 第一 第二 春 对不对 其实那个是欣赏字 也不是贬低他 第二春意思说呢 祝福他 有个第二春 意思说有另外一个快乐的人生 所以春是好的 那春是什么字 是天成的 一个三 一个人 一个日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三人日 哦 原来我们老祖先说过嘛 三人行 必有 是 是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在我们原本的意思 三 你知道我们在传统上对三很灾 尤其是在礼貌 这一项 所以呢 就是要当你跟人家敬礼或者是去到灵堂 有没有 人家说一级功 对不对 但是一般上所谓的大人物的话 几级功 最大的礼节几级功 一般上都是一级功 表示 一个意思 一个尊重 但是假如用三级功的话 那是不是很大的礼节 是 那是个大礼节 所以 无三 不成礼 一条以上 拜神 三支相 三杯茶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拜祖先也好呢 都是三碗饭 三丢派子 那为什么叫三 佛教 归三宝 有没有当他们归异的时候 他们归向哪里 归三宝 佛法真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都是以三为主 所以可见这个三呢 它并不是单单在我们所谓的一二三 也不是后来 ok 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讲解的时候就说呢 因为天地人 所谓三 是三 其实不是 当我们回到那个道德经 当我们再回到那些古典里面在看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那个三呢 其实远远超过这一切 那当然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相信什么 善一圣神 三个一提神 对 所以 他说这个上 这个上帝啊 他的位格 他是山 然后呢我们人 那么我们上帝跟人要怎么样 哈 我们上帝跟人要 联合在一起 你看 或者你凭想像 我这边没有打出来 你凭想像 因为也没有白板 不然我可以用写一写 你想像吗 这个山 或者说这个人 在左手边 左手边 然后一二三 下面一个日 可以吗 你明白讲什么吗 你写人 在左边 然后一二三 下面一个日 我们也读说春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字是能造出来的嘛 读久了就是字了 老师就天天你这样叫 这个字就是春 你就读春了 因为老师说这个是春 所以我读春了 对不对 所以假如说 人在旁边 那个山上 要不然的话呢 上帝高高在上 山在上面 人在下面 谦卑点嘛 然后呢 下面一个日 可以吗 也可以啊 我都告诉你了 读久了就是字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人 不在左边 不在右边 不在下面 甚至人 是伟大的 宗教是人造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人就没有神 没有人的话 谁去拜神啊 是不是 所以人比神伟大 好吧 人就高高在上 然后下面一二三 下面那个字 一个日 可以不可以读春了 可以啊 读久了就是字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 那个春要这样写呢 他不在左不在右 不在上不在下 他一定要连在一起呢 因为耶稣说 你们要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人若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今天呢 能以神呢 合而为一 一起共同度日 当我们每一天能够 我们每一天都是春天 我们每一天都是春天 我们是要等过年吗 那不要 我们每一天都是年初一 都是好日子 夫妻 能够同心 一起共同信仰 仰望耶稣 以羔羊为大的话 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是一个美好的婚姻 美好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的日子里面 每一天都是一个春天 多美的日子 所以你看我们的老祖先 他们期望的是什么 他们这些文字里面呢 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他们得到好处 他们得到福气 那我们看过的是文化 一些字的一个所谓的 背景 稍微的了解 那接着下来 我们从我们传统的信仰 来看看我们的祖先 他们的心态 那我们今天华人一般上受什么宗教影响 我们今天是纯粹的佛教徒吗 道教徒吗 那我们今天华人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今天传统信仰是三合一 三合一 意思说我们今天 华人 华夏子孙 我们一般上所受到的这个所谓的华夏文化影响 我们今天尤其在信仰这方面 是由三个组成 在马来西亚应该就不是三个 而是四个 当然我提的主要是三个 佛教 道教跟 儒家 那另外一个就是 精灵崇拜 精灵崇拜的七个典型例子 就是 拉多公 你去到外国 拜拉多公 没有人懂 那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文化 那是只有我们这边有的 那我们的拉多公是带什么构的 不可以拜猪肉的 有没有 你不要乱拜的 猪肉去拜他 所以他们有这么的规矩 所以那个是只有马来西亚 我们这一代才会有的 那是以往的一种精灵崇拜 所谓引进的 那今天我不谈那个 我们谈到我们一般上华人的生活 我们的思维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受到的是佛教 道教跟儒家 儒家 那么就因为 这三个的主要因素 形成了我们 华夏文化 是个特有文化 所以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从佛教的这个背景 来看一看 当然我们知道佛教的开始是谁开始 哈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是谁呢 是个王子 对不对 是个王子 他本有做美好的前途 只要父王随时驾风 意思说只要他的爸爸 死了 他随时可以登记坐吧 而在那个时候 他本身已经拥有家庭 也拥有两个孩子 所以 所以以家庭来说 他有一个美满的分音 快乐的家庭 以前途来说 他有大好的前途 因为他本身就是未来的王位 继承人 所以他江山 在他掌中 永华富贵 在他的自然之中 但是 当他想尽了这一切之后 他还是认为 生命虚空 尤其是当他看到外面的那些人民 受苦的时候 甚至有些死在路边 也没有人帮他们善后的时候 他的心中感到难过 所以他开始思考 人 为什么要生老病死 而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背景 是婆罗门教背景 所以他们就看破这些的时候呢 他们就虐待自己 苦待自己 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能够使到灵魂 得到更新 希望灵魂能够被提升 但是这个时候 释迦利伯真呢 他自己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只是要去寻找大案 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 因此 有一天 他下定的结性 他离开了 他温暖的家 他放弃了 他的江山 他放下这一切的永华富贵 他去寻找 人生的意义 为什么有生老病死 他很像谁 他像耶稣 耶稣 耶稣本是天上的王 他放弃了这一切 美好的一切 而到神都生来到这个世界 但问题是 耶稣不是来这个世界 寻找人生的 生老病死的大 耶稣有另外的使命 但是 释迦摩尼他本身却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他要去寻找 生老病死 为什么人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他就去开始 以当时的那个背景 他就放弃这些 他就成为一个苦行征 然后他就跟着那一般的苦行征 一起去进修 到有一天 当他们一起呢 到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 在半路上 他们就坐在那个树下 打坐 冥想 当他在那边打坐的时候 他的同伴们 看着他真是很专心的打得入迷了 然后就说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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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问题人物 太过麻烦了 一直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你这么给他个答案 有答案的话 我们就不用请他出来找 对不对 所以烦死了 坐 这一半就走完 等到他打完坐之后 站起来一看 怎么旁边都空了 那些同伴去了哪里 他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他就发了一个诗 他说 当我重新在坐下的时候 若不悟到 我众生不起 所以他就在那菩提树下 冥想 打坐 七七四十九天 九九八十一天 哪一个都好 到了那一天 他说 啊哈 我明白了 所以悟到了 他悟到了 他悟了些什么 他悟到人生短暂 人生短暂 应以慈悲 回怀 你有两碗饭 分一碗给别人 你有两件衣 送一件给别人 生命就是那么短暂的一刹那 何必斤斤计较 所以他就开始 开始 所谓教导那些群众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新道理 从没有听过的 怎么可能你只有两碗饭 你应该留一碗给明天吃嘛 怎么可能问给别人呢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 都在贫穷的环境啊 所以当他听到说 哇 他这个人真有爱心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新道理 慢慢的呢 那些人就被吸引了 释迦牟尼本身 并没有创伴宗教 是他的门徒后来 才慢慢的呢 将他成为了 形成了一个信仰 所以佛教 严格的说 他是一个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 那我们今天已经将他列入 宗教之一 那我们就将他当宗教好了 那佛教里面的主要 要点是什么呢 一直到今天 佛教也被分为 有南传跟北传 有南传跟北传 叫什么南传 什么北传吧 那我们今天一般上华人 就是我们东南家 现在华人 一般上我们所接触的 一般上我们所接触的 都是这个 南传 OK 刚才那个是男的 这是女的 法师 然后这些出家人 离工 但是今天他们已经 男女不分了 男的也叫法师 女的也叫法师 这是近期的事 之前一般上 女出家人 他们不叫法师 那现在他们也拿你平等 也成为你出家人为法师 OK 那佛教主要的是什么 佛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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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是 在这世上 这个世界是个苦海无边 是个苦海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被那个无名 所遮盖了 我们都那个所谓的痴 所迷惑了 所以我们都 很难顾到 所以我们要 有一个过程 所以佛本身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 悟到者 男人呢 你要去寻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对些人都不明白 所以他要去寻到 所以释迦摩尼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放弃了他的王位 就放弃了他 美好的家庭 他出去 寻 寻 寻到了之后呢 他就要 悟到 他去悟到 我明白了 悟了到之后呢 他要 修 道 所以后期的时候呢 才有那些所谓的修道院 在中国历史里面的时候呢 才有了一个有名的少林寺 有名的少林寺 以后 若有机会 我们继续看少林寺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时候呢 这一些 并不是宗教那么简单 包括少林寺 都不是宗教 他其实背景呢 有做他的一套 而这些很多时候呢 都跟政治扯上关系 政治 所以呢 当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古代 或者武校小说 有效力一点认识的话 我们都知道许多时候呢 这些古灵高手啊 他们每一年都有古灵大会 有没有 有哈 大家点头 可以认同我就可以了 那古灵大会做什么 蛤 古灵大会做什么 写武灵盟主啊 蛤 写武灵盟主 写武灵盟主 对不对齁 那写武灵盟主来做什么 既然你们少林寺啊 儿媒啊 武当啊 这些都是出家人啊 都是看破红尘啊 既然已经看破红尘的话 那名义地位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还在写什么盟主 为什么要生生死死 在那边拼到血流流的 那你说跟他们的宗旨 不是有问题吗 有冲突吗 对不对 那假如是说这些都是宗教 这些都是以慈悲为怀的话 那么已经看破了这世间了 那是要去这盟主吗 不要 那为什么还要这盟主呢 所以很多时候 若我们进一步去看这些的时候呢 他们都有背景 而这些都是跟政治有关 只是借着宗教的明谈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要小心 不要披着宗教的名义 去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再回到那个背景的时候 看到这些所谓的武林盟主啊 之类一些 那最后呢都是围着什么 所以围着宝父 他们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念功夫 少林士就开始念功夫 那假如你都已经出家了 你不怕死了 你还念功夫做什么 那你说当然 念功夫是要保健嘛 对不对 那真的保健那么简单吗 所念的功夫呢 还是绝学哦 一掌下去呢 那些人可以飞几百里外 可能 夸张一点嘛 但是草上飞 是不是一切而已 所以庆功草上飞 其实草上飞不是真的他在飞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哪一个 要不然我再讲武林 再讲故事 那所以要修 所以他们就有些些人说修道院的 但很可惜他们后期呢 因为跟政治扯上的关系 所以在历史上呢 就曾经发生过火烧 烧灵士 烧灵士 为什么烧呢 因为里面有很多武器 那你里面是宗教圣地有武器来做什么 因为号召改革 ok 一直到后期的时候 所谓反清复明这些都好 都有许多这些宗教人是牵挤在内 那所以当他们这所谓武林盟主啊 在政界之后 其实都有着他们的议成 好我们继续看佛教 那所以佛教呢就是悟道者 但是在悟道之前呢 他们先去寻道 明白了 要继续的进修 修了之后呢 他们就要去 世行 他们去寻道 所以他们要出来布施 他们要走入民间 他们要做善事 他们布施 他们布施 但是后期的时候呢 反而相反的 是他们出来接受人家的布施 对不对 布施本来是他本身去做好事 去帮人吧 但是后期的时候呢 慢慢的转变到这些所谓的出家人 他们去发言 所以他们拿了 然后呢 就给机会给别人来布施 所以那也是一种功课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出家人是真还是假 很简单 一 真正出家人 不会接受钱 不拿钱的 他们出来是给机会你 断念你的爱心 慈悲心 你来供养师父 所以你给他食物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出家人呢 你给他什么 他们就 吃什么 所以他们并不规定是吃素的 你给鱼你给肉 他们一样不能挑 因为这是弟子们布施供养你 你们就挑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 反而说因为不杀生 那之类的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所以这些 他们就出来给别人 机会呢 去布施 过后呢 他们就 希望借着这样的锻炼 有一天能够 怎么样 成 大 所以佛 并不是那什么神仙 也不是所谓的佛祖啊 那些所谓的神仙啊 那些灵都不是 佛的意思本身就是一个 悟道者 悟道者 所以人人都有佛性 比如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明白真理 都可以悟道 因为到最后呢 希望能够成 大 所以这是佛教的中心点 道教呢 道教强调的是什么 你知道道教本身也是一样的 道教本身以三尊为主 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五六个的哦 虽然道教是比较满天神佛 但是主要的呢 他们还是以这三个为主 有没有共同点啊 跟基督教 有点共同点哦 那么道教是什么呢 道教呢就直接以道做招牌 佛教的整个中心 希望有一天能够成道 而道教之间告诉你他就是道 是不是 所以呢 道教呢是谁 开始呢 老子 但是在历史上呢 还是个谜 到底这个老子是谁 有人说这个老子就是敌尔 但那些人说 并不是 另有他人 但是这个老子呢 在历史上没有真正的记载 孔子啊 什么子都好呢 最少还能够有个记录 然而老子却没有 所以老子无父无母 无祝福 有点像谁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被称为无父无母无祝福 是谁 麦基西德 大祭司 有没有 他跟耶稣相似 有没有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老子就是圣灵 跟耶稣一样 我并不是说老子就是麦基西德 但是 你在那个道德经 你在看到他们的那个共鸣 但是这个老子到底是哪方神圣 哪里出世 到最后年老的时候死在哪里 历史上都没有记彩 都没有记彩 都没有记彩 那么道教本身呢 就以良简经典 作为他们的根基 那就是道经跟德经 所以道经跟德经 后来就联合成为一策 就叫做道德经 那道德经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 道德经本身并不多 道德经本身只有五千个字 只有五千个字 但是这五千个字里面呢 你发现到他很多东西都不谈 政治他完全不懂 而在道德经里面呢 讲很多呢 都是关于 生命所造 品格建立 都说到呢 我们跟那个道的关系 所以道德经呢 开中的第一章里面 他说什么呢 他说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他说那个道是很特别的 假如你能够讲出那个道 那个就不是道 那个就不是道 所以你如果继续地看这个道德经里面 再下去的时候呢 其中的那一段里面他说什么呢 他说在那个太初里面 在这个太空 在太初里面呢 混沌 黑暗 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里面呢 有一股气 里面有一股力 有一股气 果不知其名 战复之为道理 好理大 意思说在这个民间里面呢 在这个宇宙当中呢 在冥冥中有一股力量 你说它是不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 却有生命 你说它是有生命的 又好像看不到 摸不着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我就暂时给它起一个名字吧 我就称它为大 然后给它一个号 叫大 你说没有人比它再大 它是最大的 明白我在叫什么吧 好 所以他说在冥冥中有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不晓得 但是你说它没有 它又有 你说它有 又好像不存在 所以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 道 一个号呢 就叫做道 继续下来的时候 道德经说 这个道呢 本身有生命的源头 它说道生一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然后 三生四 四生五 哇 这样道德经就不止五千个字了 你 一直生下去都没完没了 那不是 他说这个道呢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道 那么这个道呢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 万五 这个道呢 是独一的 是很特别的 道是一 但是这个道本身生一 道生二的呢 那么这个道本身 原来有三个位格 而这三个位格本身呢 就生出了 这世界万有一千 你说他在讲什么 不知道 假如你对圣经没有背景的话 你不懂他在讲什么 但是在道德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起源原来是由那个道 所引发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道生一一生二生三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三本身 就引出了万有 所以呢 我们人 最高的礼节 无三 不成立 对不对 无三不成立 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天父 也不是单单圣子 我们还有圣灵 那三位一体 那我们等一下继续看 鲁家呢 鲁家是谁 孔子 孔子是哪一年代的人 孔子是哪一年代的人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孔子的那个年代呢 就大概是圣经里面 当一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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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孔子的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世界呢 在这个世界呢 有了极大的变化 有极大的变化 因为在这个同一个时期里面 有三个伟人出现 在圣经里面呢 上一阶座丹尼 启示了世界的未来的历史 而在西方呢 以色列有丹尼里 在中国 有孔子 在印度 有释迦摩尼 都是在那个时代 虽然前后相差几点 但都是在那个时候 都在那个时候 所以孔子 虽然他也曾经议员 他也曾经议员 后来 在他五百年后呢 有一个圣者出现 西方有一个圣者出现 所以当孔子过后五百年 春秋时代过后五百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耶稣诞生 圣的时候 所以呢 今天一些考古学就说呢 从孔子讲的这句话 到西方 一直到唐三藏 西方起经 唐三藏 现在起经 从哪里起 西方 对不对 所以从西方起经回来 今天 我们人类死亡 叫什么 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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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不龟多 我们的首相不是叫 护照我们要上宫学习吗 太阳出来不是更有希望吗 那为什么不归东 归南归北也不错啊 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归西 为什么 因为西方是历史的起点 也是生命的起点 上帝照亚当夏娃的伊甸园 以中国来说 那就是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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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洪水过后 他的子孙呢 开始失散 然后一部分就往东移 就成为了我们这一边的民主 所以当人生命结束的时候呢 尤其是我们的阿嬷 我不晓得那年轻一代有没有机会听到这句话 当我妈还年轻的时候 还小的时候呢 乡下有了气势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的长辈一般上都是从中国来的嘛 都是中国来的 所以呢 当一些长辈气势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讲那个谁谁谁死啦 好像很没有礼貌 对不对 那么传统上我们说什么 等等说啊 对不对 你说他回唐山去了 因为他是从那边来的 那么他就回唐山去了 对不对 你说他的根就在那边 但是在整体上文化上的时候呢 我们不说回唐山 那在中国本土的时候 我们回唐山呢 但是人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说归西 因为伊甸圆 就在中国的西方 人类是从那边起来过来 那么唐山帐呢 也西方起经 但是他没有走完 他只是走到一步 那以后有聚会 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探讨过一点 到西游记的时候 那好 所以孔子 儒家 那孔子在他一生里面呢 都贡献给教育 贡献给教育 那么孔子到最后 整个人生当中啊 到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他的生命里 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虽然他有着极大的抱负 他就是要叫我 他是搞教育的 历史上第一个补习老师 是孔子 是他开始的 他曾经光拜教育部 意思说他曾经呢 做到伊甘林 就是教育部 教育方法 他曾经呢 就在推动这些教育 一直到后来他发现 只是单单教 不行 所以他里面 时光 回家 他不做 然后他自己呢 带着一般的学生到处流浪 到处教学 曾经呢 他饿到呢 没有食物的时候呢 他就挖树皮 吃树根 他吃不很多的土 他就像这样人生 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呢 来教育普罗撒众 有教头类 但是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呢 他对自己的生命来一个总结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听到 听到 对不对 姐妹又不问 也不问 早上听到道 若我能够明白我听到什么是道的话 西日 西阳 晚上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假如我早上能够听到什么是道 什么是真理的话 晚上死了 我都感念 孔子最终呢 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用了一句话 总挂他的人生 他说 若我的生命能够明白什么是真理的话 我愿意以生命去唤起 佛教的整个中心点都是在那个道 寻道 悟道 修道道 成道 而道教呢 强调的就是以道为主 而鲁家 更看重的是那个道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你 在不在乎那个道了 你说哪有 我们今天忙的不得了 哪有时间去搞什么宗教不宗教 是不是 那你说我们真的很不在乎吗 不见得 佛教 道教 鲁家的都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呢 而这些的文化也深入了你我的生命 所以每一当有任何的疑问 有任何我们感到不舒服的 有任何我们觉得不明白的 我们总会去请教 总会去问别人说 有关这件事情 那些某一件事情 请问 你知不知 你知不知 那你在不在乎呢 你说释迦牟尼在乎那个道吗 你说孔子在强调那个道吗 你说那个老子呢 也在教化那个道吗 那今天你我哪里的空 我们又不是什么伟人 又不是什么伟宗教师 我们哪里有这个时间去搞什么道不道 但是今天 各位 你在不在乎这个道 好像都很在乎 对不对 任何东西你搞不明白 你都去问人家 你知不知 道 问题是 什么是道 何为道 在中文字里面 这个道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 方向 道路 人生 知道 人生 这条路你怎么走 对不对 人生到 第二 是什么 道理 真相 真理 你这个人到底讲不假 道理 你明明是推车撞到我 你说是我撞你的屁股 你简直是不讲道理 对不对 意思是说你不讲 真相 所以道的两个意思就是 方向 人生的道路 人生的方向 然后呢 人生的真相 真理 所以各宗教都是 好的 我们不用去跟人家争论 宗教本身都是好的 宗教本身都是教我们做好的 宗教本身都是教导我们人生 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做人 要做一个 真经纸 所以 做一个真经纸 更偷偷摸摸 就是那个道 但问题是各宗教既然都是好 所以我们也不去排测 也不去批评跟论断其他宗教 因为各宗教都 好 施交摩尼 老子同子 这些都叫我们做好的 假如是叫我们做坏了 那就不是真宗教 是邪教 所以宗教都是好的 但问题是 假如是宗教都是好了 教我们做好人 到了那一天 当我们眼睛一关的时候 请问你还有什么 当我们眼睛一盖 双脚一直 你还有吗 你这个人很好啊 他很老实啊 他是有爱心的人啊 人家都跟你讲到 好像你都是 天上有地下无的那个大好人 我的问题是 眼睛一盖 双脚一伸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什么吗 你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 你缺少了一样东西 那是释迦摩尼在寻找的 那是孔子在寻找的 那是老子在先养的 那今天感谢上帝 你我不要像释迦摩尼 我也要放弃我们的江山 和温馨的家庭 我们不要像孔子一样 到年老还遗憾 还得不到那个真相 今天 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 那条路 许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彷徨 在这些水复杂的道路上 但是今天 我们 我们 拥有这个道 圣经 一样福音一章里面 就告诉我们 那个道 一直到耶稣自己本身 宣称 他说 我就是 道路 真理 看到吗 各宗教 都在教导我们 道路 真理 佛教 道教 武家 一样在教我们这些 都是 好的 但是 耶稣多了一样 那是什么 生命 因为一切就算再好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一切都是归为理 再也不存在 那些 耶稣说 我除了是大路真理 生命之外 大路真理之外 我还拥有 生命 所以 亚安福音圣经里面 一开始 他就说 太初 有道 道与上帝 同在 道就是 上帝 所以佛教在寻找 到底什么是道 所以要去寻道 要去修道 要去悟道 道教 古家 都一直在强调 到底那个道是什么 而耶稣说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神 而他说 道就是那个撒地 在太初的时候 最近有道 那是在道哲经里面所讲的 他说 在那明明中有的那股力量 我不晓得他是谁 我就称他的名字叫做道 而耶稣说 我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个道 而到了亚安福音 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呢 进一步的介绍告诉我们 这个道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个道成了肉身 匆匆忙忙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也在我们当中 他是谁 他是耶稣 所以到了十四章六节的时候呢 耶稣就自见的先父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不需要像释迦摩尼一样 放弃所有的力气 我们不需要像孔子一样 生命去交换 我们也不需要像老子一样的 在那边教化众生 而且没有几个明白 今天感谢上帝 你有我有这个福气呢 上帝将圣经 交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能够直接 认识这个道 所以带见这个道 带给我们美好的人生 带见这个道 带给我们更美的春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